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9月13日 巴西必胜碧鲁 周三早上 2026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陆续上演 该比赛日最后一场比赛 是碧鲁主场迎战巴西 客队在首场分组赛5比1大胜对手 为本次外围赛开了个好投 阵容实力远超碧鲁的巴西金账力争继续迎波 碧鲁在本届外围赛开局并不顺利 球队首战和巴拉圭0比0门合 虽然两队都无法取得入球 但进攻端的投入差距比较大 碧鲁在上仗全场总共只有5次射门 老将保罗古里路已经无法一人引领进攻线 队内的球员实力成色普遍不足 是碧鲁本届外围赛遇到最大的问题 综观碧鲁大名单 不少来自本土联赛 效力5大联赛的球员 只剩连拿杜泰比亚这位偏防守的中场球员 由于人员组成实力不足 碧鲁并不被看好能够从外围赛得到世界杯资格 刚刚展开第二场争夺 就要和南美敬礼巴西交手 碧鲁此番必败无疑 巴西作为南美球团其中一位霸主 他们的处境和碧鲁截然不同 在首场外围赛当中 巴西无比一血洗了波利维亚 迎来本届外围赛开门红 巴西的阵容实力非常雄厚 本次甚至加入了几位入选大名单次数不多的球员 但是巴西的中前场 由队长卡路是卡斯米露和尼玛达施华等人领衔 心为何实力并存 从上仗大胜波利维亚可以看出 巴西进攻端能力出众 以马达施华和洛迪高高斯军贡献二球 前者更是一举成为国家队历史神射手 该记录极具意义 巴西近年和碧鲁交手 亦是赢多数少 前者已经连续战胜后者四次 上届外围赛双循环军取胜 可见巴西本场出征获得胜利轻而易举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订阅您的订阅您的支持